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节目 这期节目可能比较短 我一般的节目会控制在10分到20分钟之间 这期节目可能不到10分钟 因为这是我看到的网上的一条消息 我想特别单独挑出来讲的 这是在中国的西安发生的一起刑事案件 其实是在昨天19号 据西安市的公安局通报 在19号的下午5点多钟 当时有两名司机 因为车辆寡蹭发生了争执 犯罪嫌疑人蒋某 也就是这辆出租车的司机 持刀将受害人捅伤后逃离 有目击者在现场拍了几段视频 基本上是从头到尾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到底事件的来龙去脉 那么由于这个视频比较暴力血腥 我就不放上来了 当时的情况 就是这个奥迪车的车主 和出租车司机发生了寡蹭争执 可能双方也出言不逊了 这辆奥迪车就把出租车 就计程车给截停了 然后奥迪车的司机就下来 跑到了出租车的司机这边 要跟他起一个冲突 没想到这个出租车的司机 手里是有匕首的 然后对这个奥迪车的车主 连捅了好多刀 而且双方是缠斗在一起 奥迪车的车主流了很多的血 我当时的视频显示呢 这个双方在争斗的过程中 还在说话 奥迪车的车主就道歉 认错 因为他已经被捅伤了 而对方持刀的这个出租车的司机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欺负我 不要看我年龄大了 你不知道我年轻时候干什么的 而且还说 今天我就要你的命 现在我们不知道 奥迪车的车主是生是死 但是反正这个官方的说法 是在医院救治 然后这个出租车的司机 后来也被警方逮捕了 这个事情只是一起刑事案件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小的事情 就是汽车开车的寡蹭引起的 我们都知道这种现象 有一个词来形容叫做路怒症 就是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容易发怒 路怒症它不是平白无故会出现的 它也是背后有一些心理因素的 还有就是这个社会的环境造成的 这种路怒症非常的多 非常的普遍 在2008年我第一次回到北京的时候 当时我就遇到了 当时我是从机场回家 路上打了这个出租车 我是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 当时并没有发生任何寡蹭 但是有一辆宝马汽车 那个车主非常不爽 这个我所坐的这辆出租车司机 他开车经常的这个穿插 所以说就把他截停了 下来之后 对着这个我的汽车的司机 打了好几拳 当时给我开车那个出租车司机 他是一个年轻人 对方也是个年轻人 但是肯定稍微大一点 大概接近中年吧 而在西安发生的这起刑事案件 其实原由跟我之前的经历 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双方有一点小小的摩擦 但是为什么会演变成要打架 斗殴 甚至是持刀伤人呢 这种路怒症的背后 有没有一些社会心理的因素 我觉得这值得一些专家学者去研究 当然了在中国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去研究这个东西 因为确实涉及到了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 就是社会稳定 对吧 共产党是要维稳第一位的 所以你做这些研究 有可能会让大家去关注这些事件 这不利于现在宣扬我们社会和谐 我们共产党的统治 现在中国人民多么幸福 似乎是有点政治不正确 但是这种研究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特别是在中国 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 之前截停我的这辆车也是宝马车 算是豪车 对吧 好像是个宝马7系 这个视频当中的那辆奥迪车 我如果没看错的话 好像是奥迪A7 它也是辆豪车 所以这个豪车司机把出租车截停 然后走过来 它是不是有一种居高临下 盛气凌人的感觉呢 你为这件小事 有必要去下车 有必要截停对方吗 真的你说不爽对方了 两人骂两句就算了 对吧 你去截停下车 要理论 理论你也得保持距离 对 你走到人家跟前 就好像要打对方似的 那对方是不是要有一些防卫呢 另外就是这个出租车的司机 也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就是你为什么随时都会带着刀 另外就是对方并没有出手 真正的伤害你 或者说你应该看得清楚 对方并没有拿什么武器 也知道可能对方是一个年轻人 比较容易冲动 你可以不下车 你在车里面 他也不能把你怎么样 如果你车窗是关着的 他也打不开 但是你却开个门 下来之后 基本上双方没有说两句话 就开始捅刀子了 这个出租车司机的怒气 从何而来 是不是因为他的生活压力太大了 他已经是濒临崩溃了 遇到这样的一个毛小子过来 他就豁出去了 他把自己的所有的怒气 自己生活的痛苦 全部发泄在年轻人身上 这也是一个原因 而最有意思的是 在这两个人纠缠 捅刀子的搏斗过程中 现场还有小偷 偷偷的潜入到 在马路中间停的这辆奥迪车 因为他是开着车门的 在里边偷了东西 我看到这条新闻 其实本身是一个很普通的刑事案件 一个街头的打斗 一个路怒症而已 但是我觉得反而是 特别反映出 今天中国和中国未来的社会的一个变化 就是我们看到整个事件当中有三种人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 有四种人 一个是稍微有点钱的爆发户 他们看不起开出租车的 看不起底层的人士 居高临下的盛气凌人 甚至是欺负你 另外一种就是在底层被压抑很久的 随时会爆发的 这样的受压迫 受剥削的这些劳动人民 他们随时要被逼疯 另外一种人就是小偷 从中浑水摸鱼 不管别人的死活 不管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 他们只想着自己那点小利益 还有一种就是官方 因为这起事件当中 我看到网上有人抱怨 医院的救护车拒绝前来救人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有可能是跟政府的 相关的防疫政策是有关系的 我们可以把救护车 比喻成官方政府当权者 他们这一副见死不救的 对人民的死活 漠不关心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说西安这官方的效率 是很有问题的 就是不作为也好 或者是效率很低 能力很差的政府公务员 所以这一个事件当中 出现了这四类人 而都非常典型 其实未来中国社会 我相信会越来越多 这样的人出现 在中国生活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人 被欺负的 随时会被逼疯的 然后欺负别人的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 还有就是极度自私的 然后就是手握权力 不管人民死活 坐吃山空的 贪污腐败的当权者 这个国家不就是这四类人 再加上沉默的大多数 所组成的吗 所以在西安街头 发生的一个很小的事件 我反而觉得特别有代表性 值得特别拿出来 跟大家聊一下 这期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的话 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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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